好溫泉 常美食 看表演 享優惠 台北溫泉季27號到31號 邀請民眾來同歡 1.5天在捷運新北投周邊展開活動 讓大家喜盡疲憊 滿血復活 享受悠閒 也有好時光 那今年我們溫泉季呢 同樣的有許多活動的單元 加上每年創意創新的主題 以最誠摯的心意邀請大家來 活動呢 包含在第50個店家聯合推出的各種折價 消費 毫禮 那以及我們北投溫泉 還有商圈的美食聯合旅展 還有明華園的歌仔戲 拿卡錫演唱 還有露天電影樂 那以及女巫西遊記 抽毫禮等 那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神教的採接遊行活動 那另外呢 我們還有配合文化的導覽 跟各個場館一起結合 那以及我們溫泉專車 還有最重要的公益愛心的活動 那今年其他新的主題呢 包含我們 AR拍照抽獎 VR的勇闖地勒鼓 音樂會 還有我們有邀請到了一些霧營車 來給大家在現場做體驗 所有好吃好玩 都在我們這一次的台北溫泉季 泡溫泉的季節來了啦 這是事實 那這個每一年的冬天 就是台灣泡溫泉的季節 那台灣人泡溫泉不用出國 就是在台灣就可以了 那北投呢 是全世界唯一 泡溫泉 只要坐捷運就可以到的地方 那就是非常親民便民的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這幾年溫泉區辦下來之後 也是小有名氣 那所以我想疫情慢慢在解封之際 我想溫泉發展協會這邊的會員要注意一下 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報復性的消費來了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大家都 那個佩妮他們都準備好了 那也準備好迎接這個報復性的消費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祝福今天的活動原本成功 祝福今年的溫泉季能夠發展的更好 溫泉業者也藉此推出各式好康 搶攻消費市場 那現在一年一度的這個台北溫泉季又要開始了 我們非常歡迎各位好朋友來我們春天北投旅遊 那今年我們特別推出一個泡湯通用券 泡湯通用券最主要就是說 你可以用一張 你也可以用多張來使用 包括我們有這個露天風呂 還有這個湯屋的選擇 甚至我們把我們的俱樂部的這個頂級的裸湯 都可以推出來做使用 那這個是繼去年的反應很好的一個通用券 我們今年再延續進來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支就是風呂泡湯加這個蜘蛛早餐 這個我們只要599元而已 所以這支反應也還蠻不錯 那今年我們特別是線上跟線下的這個賬名不一樣 我們線上還推出一博2499元 4999元 這個產品我們一推出 我們714號就已經推出線上旅展 那反應非常熱烈 非常好 那歡迎大家上我們的這個官網去做這個選購 酒店針對今年的旅展 溫泉季 還有線上旅展 我推出了住宿券 湯券 還有美食券 其中有包含我們的其房客房的住宿券 然後還有我們主要有7月1號有得到500盤 民菜的一些經典的菜色 也會在這次的旅展商品中販售 所以請大家不要錯過 尤其還有我們的湯屋券跟大眾湯 也是旅人絕對不可以錯過的一個優惠好湯 酒店的溫泉都是屬於白黃泉 那比起碳酸清大泉跟熱水會更具有保溫的效果 那泡完之後也會更加的放鬆 我們這邊旅人的溫泡完之後 皮膚會特別滑 那人也會特別有精神 然後也會好像畫上天然的腮紅一樣 整個人氣色都會非常的好 我們希望這個時候 我們的北投溫泉 新北投溫泉區的這些店家 我們也很多的店家也重新整編 重新粉刷了店面 或者裡面的這一些住房 都重新做一些規劃 那希望這次國門開 尤其藉由這次10月27號到10月30號的 台北溫泉季 不管是台北市政府各局處 尤其我們觀光傳播局商業處 還有這個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的台灣好湯 都有推廣我們北投溫泉的各項的優惠 還有我們的行程小旅行 還有在地店家的一些特色 我希望趁由這一次的這一個契機 能讓我們北投溫泉的業績 能夠回復到2019年的一樣的隆景 大家知道這兩天天氣冷了對不對 就忽然間這幾天生意就特別好 我想應該這個時間也會很快的到來 而且我們在地的很多的溫泉酒店 也保持了勁也做了非常多的配套措施 然後這一次台北市政府在四陵北投 也很多的為旅行的景點 包括我們的七大眾種 也在我們北投也有一個路線 還有包括我們的地勒谷 也是一個全新的改造 在今年的7月28號重新啟用 然後我們也在台北市政府 跟這個行政院交通部 觀光局的這個資助之下呢 我們花了三千多萬 改造了我們的地勒谷 能夠環谷 然後這個呢 也目前也是我們這個新 舊的景點重新詮釋 而且呢非常受大家的歡迎 裡面有這個守湯啦 林湯步道啦 還有這個女巫食鋪啦 還有愛請你等等 非常歡迎 所有人喜歡泡溫泉 喜歡新北投溫泉區的好朋友 在這個時候呢最優惠 而且季節最恰當來北投泡溫泉 然後享受北投的美食 享受北投的溫泉 享受北投的歷史文化景點 昨天已經公佈了 關於這個熊好券2.0的部分 那商圈的想購券市集券 包含像最重要我們還有住宿券 也已經在昨天開始 下午開始開放來大家都登記 那為期一週 那25號開始以後 抽籤網就開始做使用 如同剛剛理事長所講的 我們的想購券市集券住宿券 都歡迎我們的國人朋友 抽到之後就可以 立刻來到北投泡湯 我想如同剛剛理事長所講 我們這一次跟交部觀光局 其實一起來做這個地熱股的一個改造 那目的是希望在年底的這段時間 尤其國門開放之後 讓更多的 不管是國內旅遊 或者是國外來自世界各地的好朋友們 我們一起到北投來享受泡湯 那我們三週前才從日本的松山市去做考察回來 我們跟他們做交流 其實如同理事長所講的 其實日本的朋友都已經滿懷期待 要來台北做旅遊 那也希望在國門開了這個時候 班次我們都希望能夠多增加 因為國外觀光客越多 我想在台北的商圈這些生意就能夠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也希望國境開了不是只有單純的說 零加七的一個開放而已 應該是配套的包含像班機的一個班次 還有就是像美洲能夠開放入境的這個人數 我們都希望能夠盡快地做更多的開放 那這個開放才有辦法讓我們台北市的商圈受惠更多 魔洞連結在地近50店家 聯合推出各種消費毫禮與折價 加上藝文表演 攤位等 要讓民眾享受在綠樹環繞 遠山圍景 全身半額的慢活體驗 記者文君 台北報導